馬路上操場車籠一動也不動 還有許多人乾脆放棄車子 在強風中拉著行李往邊境步行 火車站內更是擠得滿滿滿 這些人是要前往鄰國 尋求庇護的烏克蘭難民 情況會這麼混亂 是因為每小時都湧進數千人 很多人根本上不了討難列車 烏克蘭規定男子都得上戰場 這名太太也只能忍痛跟老公道別 這名患有白血症的女子 老公跟修弟也都留下來打仗 她只好帶著孩子投靠波蘭的親戚 不過另一個家庭 好不容易逃到波蘭卻無處可去 幸好有好心人現身幫忙 這名波蘭女子來到邊境 二話不說 就載著他們回到自己的假避難 連波蘭政府機關也成了臨時避難所 目前有將近70萬烏克蘭人流亡 大部分都來到了波蘭 那令人慷慨援助也讓大家看到患難簡整情 TVB新聞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